1941年12月8日,日本向英美北宣移戰,憑此攻擊珍珠港、馬來半島、菲律賓和香港,令太平洋戰爭爆發。 12月8日上午5時45分,駐港三軍司令節聽到日本開戰暗號,唐姐普營工兵隊隨即破壞深圳河的橋樑。 而蘇格蘭營工兵隊在新界青山等待日軍進攻時,再逐步撤退,沿途摘毀橋樑和隧道,然後撤至九龍。 日軍戰機在開戰第一階段已經取得香港的制空權。 而第229聯隊和第230聯隊在上午7時30分兵分四路,沿沙頭角、粉嶺、羅湖和錦田進攻香港, 日軍於下午時分先後經過元朗平山和大埔,那時曾經與英軍爆破小隊短暫交戰。 不過英軍將主力駐紮在瑞酒灣防線,故此日軍在新界地區並沒有遇上太大的抵抗。 由於第22皇家工程兵幾乎破壞整個新界交通網絡,令日本重爆部隊難以進攻。 不過爆破計劃亦有流亡之餘,由於大埔果福橋未有依計破壞。 日軍能輕鬆穿越這個臨川河,圓圓抗爐和草山直壁,最走彎防線的左翼。 今日的時間就差不多了,希望大家comment,like,share,subscribe,多謝大家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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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